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季的《有一雪一》 我是林偉豪 《有一雪一》的節目希望透過一種青年人、不同界別的學者和專家 還有社會上的領袖 就著一些香港的社會議題可以深入討論 當然在過程中也希望透過年青人的聲音 可以讓他們用一個更加理性和具有建設性的思考角度 來看香港的情況 當然也希望年青人可以多些表達自己的意見 今天我們要表達的意見就講到香港的垃圾問題 到底減費、徵費大家怎樣計算好呢? 今天來和我們一起計算在身邊有行政會議成員 也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主席陳志思 歡迎你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和大家計算 很多計算的因為要計算、講解仔、怎樣計劃 有四位年青人都在身邊 不如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來自中大護理系的陳俊康 我是來自鎮大的翁冠生 讀影視創意寫作的 大家好 我是張家文 來自香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的 大家好 我是關錦一 來自港大文學院 好 今天大家悉心鋪排 四位同學都是讀不同的專業 不如我們由個共通點開始講起 由你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每天你們在製造什麼垃圾呢 我自己做的垃圾 對於個人衛生方面 包括有棉帕棚、溫牙絲 比較上注重個人清移的那些 對 但是這些很好的 混亂都要的 對 對 我想我是比較日常生活的那些 例如有時出去吃飯的時候 就會留下一些傳遣的 可能吃不完 很多時候 吃不完的問題 我可能比較少出去吃飯 我最主要就是 買完食物的垃圾膠袋 那些就會比較多 我自己的質問 我個人女生喜歡貪美 經常有化妝品買衣服 所以可能買了一大堆回來 沒穿過 就已經成為了垃圾了 我儘量 就是叫自己不要這樣 是 儘量控制自己 我想在年輕人的生活裡面 以上都是一些製造垃圾的情況 我想問一下Brenner 你又在什麼情況之後 會製造垃圾出來 其實呢 Kelvin 我們一般很多香港人 無論你是年輕人 年紀大也好 其實我們製造垃圾 是日常發生的 但是我們一向以來 都其實不會關注 我們製造垃圾之後 垃圾是怎樣處理的 是 如果這次不是因為政府邀請我們 可以製造垃圾問題 我可以跟你說 我完全不知道 我又在製造垃圾 而垃圾最後是誰負責呢 我完全不知道 當然現在我知道 現在知道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理想當 因為我們一向以來 其實 這方面我們香港的公民教育 不是很強的 其他國家這方面 每個人都 意識比我們強很多 包括因為真的要付錢 讓大家又要付錢 是很緊張的 但是我們一向我們就沒有 譬如我們每天 剛才各位說了他們不同的方面 我自己其實可能 剛才四件事我也有份做 買衣服 買正如衣服 也有 所有東西都有 基本上我們每個人都有 還有我一定要提出 因為作為傳媒 我製造最多的垃圾 一定是廢紙 因為經常要看很多的報導 看很多的資料搜集 才可以做節目 變成我經常都說笑 我說我下輩一定是做樹的 因為真的多到連我自己都害怕 幸好現在有些平板電腦 可以省緊一點點 我想說到 將來工作才算 四位同學有不同的專業 你們會不會都 看到自己將來 會製造些什麼垃圾出來 我們由這邊開始了 因為我現在讀文學院 很大機會可能 從事一些比較 可能文書 編輯 那些工作 那我預期自己 可能會製造很多廢紙出來 可能下輩子都會做 一起在樹林見 對 樹林見 Kara呢 我自己就讀機械工程 所以我做得最多應該都是一些 可能是試驗性方面 可能是一些污水 廢料 甚至可能是一些能源方面 可能會比較多 OK 好了 Semi 我因為讀影視創意寫作 你也知道寫作的東西 一定會有 要寫很多東西 那就是紙的方面 可能會浪費很多 是 還有蜜 蜜都很厲害 那我讀護理系 其實去到醫院都很簡單 譬如個人衛生 比如手套 口罩 即棄用品 或者床單式弄髒 都要扔掉 還有最重要的是水 那些污水 真的不斷放走 很容易感染 對 所以我們單從今天 四位在這裡的年輕人 其實都看到 香港我們要處理一個 所謂垃圾的情況 其實有兩大範疇 第一個就是大家在家裡生活的時候 所謂的一些家居廢物 而第二個重點就是 當大家投身社會工作的時候 在工商業界當中 其實不同的範疇 都會有很多一些廢物 垃圾出現 在最新的這個諮詢文件當中 其實都是就著這兩個範疇 去探討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主要的議題 想談到些什麼出來 其實你帶得很好 這次我們說 除了要處理家居和商業方面的 固體廢物之外 其實我想 這次的社會 為何可以想到一個聚焦 其實政府我做這個諮詢的時候 我擔心 究竟市民大眾 對這個議題 究竟是不是分歧很大 但是 不多不少 我們要多謝我們堆團區的問題 令到大家關注到問題 所以還沒說垃圾收費之前 最重要是說我們根源的問題 根源的問題就是 我們今天其實香港 我們每天製造的垃圾 大約有48%左右 就是可以重溶的 剛才幾位同學說的 很多可以重溶的 48% 但約有52% 是要去堆團區 52%等於什麼 就是數字沒有意思的 大約等於四個標準的奧林花油水池 填滿它 每天去堆團區 也沒有什麼意思的 這個數字 當你和我們其他周邊國家去比 香港最喜歡和新加坡比 新加坡你猜一下 當然它比我們小 人很少 但你猜一下它們的比例是怎樣 1% 沒錯 它只有1% 就是堆團區 台灣人多少 台灣2% 2% 日本多少 0% 全部回答 做很多公報 做很多公報 所以 為什麼人家有這麼低的份量 去到堆團區 而我們這麼大呢 最主要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什麼方法去處理它 做 有墳化爐 當然我六個月前 我不懂這件事 但這個議題 是說了20年 但當然 你說起墳化爐 每個區都反對 最後都沒有起到 現在 政府最新的建議 就是在石谷州 在大嶼山對下一個島 再填海 但也有長洲的居民反對 政府 政府贏了第一回合 現在又再施立覆核 即是還沒起 是了 簡單來說 就算今天開始要起 也要8年後 如果起到 現在還沒起 所以堆團區 為什麼要抗建 但抗建也不難怪 那三個堆團區 附近的居民反對 所以一方面 你堆團區 如果要抗建 又是對當地的居民 又是不公平 也有困難 未必同意 墳化爐又起不到 所以為什麼今次政府說 源頭減費都要做 其實這三件事 二十年前都在說 但是到今天 差不多去到 你不再做不行了 因為堆團區 只有幾年的壽命 所以今次 我們拿出來說 源頭減費 似乎社會開始有聚焦 我現在做了幾個月 發覺大家都認為要做 但怎樣做 當然有很多問題 是不是都會覺得 香港市民會是 一說到收錢 大家自然就會聚焦去那個位置 我想是 而且我們今次出來 跟大家說 就不是我們收錢 其實最終的目的不是收錢 而是怎樣在源頭上分類 剛才同學說過很多 其實是可以分類到的 如果你將來可以分類之後 真真正正要丟下去 要付錢的垃圾 不是很多 剛才所說的 全部都可以分類到的 所以就鼓勵大家分類 當然它可以不分 它不分的就照樣給 其實將來我們的建議 其實我們最主要參考 台北市和首爾 就是他們如果在家居的話 最主要是買這些 魚繳的膠袋 垃圾袋 變成你丟得多垃圾 你就要買多些垃圾袋 所以文件裡面 雖然有說到有多少錢 但那個錢其實最主要是 看看你丟多少 你丟多多少 不就多多少 但如果你分類的話 其實你就不需要用這麼多這些膠袋 但是那個配套問題 怎樣分類呢 待會我們可以再有說 這些是細節的執行的時候 出現很多問題 但基本上原則就是 用者自負 你污者自負 你用了多 你丟多垃圾 你就要給多些 我想在香港來說 這個原則 大家都會容易接受 我們說到 你用一個服務用者自負 你做了一個污染就污者自負 但我想問一下 第幾位同學的意見 剛才提到這個題目 談了二十年 即是你們應該未出生 談到現在都二十歲 究竟 你們覺得 用徵費這個方式 來處理垃圾 其實 點點呢 行不行得通呢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挺好的方法 即是很切身的問題 即是譬如 我看廣告 譬如看新聞也好 我見的 譬如這條區飽滿 其實也不關我的事 可能我住在元朗 將軍澳區也不關我的事 但一說到錢 我就害怕 即是之前污水收費 媽媽也會說 兒子洗少一點 洗快一點 起碼有一個切身的問題 我會關注這件事 是的 OK Sammy 其實我也覺得 我也贊成 因為我覺得 你好像參考台北 或者韓國那些 其實他們一直都在用這個方法 而且他們成效其實都很大 他們的氣質量 其實都很明顯地減少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如果用這個方法 相信怎麼都會有一個成效性 嗯 OK 我反而覺得 應該是做一個局部的收費 即是可能是 先在工商業那裡試行 之後再推行在家居上面 因為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好像加電費一樣 電費其實每年中電廣燈 都是說加電費 但是對一些普通的家庭住戶來說 就會覺得是 好了 加電費 然後我也是這樣繼續用 我會吵 中電廣燈又加電費 然後 但我也是會自然用這麼多 但是反而 在工商業方面的時候 如果你說加電費 或者加煤氣費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 就說 又加煤氣費 可能會不會是用少一點呢 因為對他們來說 收益這件事 是比較明顯上 可能他們會透過收費 而令到他們減少了自己的能源 或者減少了自己的廢物 好 那我就贊成要收費 因為之前香港有例子 譬如是膠袋徵費 還有2006年的建築材料 廢料都要收費 成果告訴我們 真的大大地減少了廢物的氣質量 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 繼續實施同類型的措施 其實這會是經濟誘因 推動我們香港人繼續去 即是源頭分類 嗯 幾位同學他們的想法 都基本上是贊成的 不過剛才提出了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是否應該 階段式地去處理呢 現在文件中 剛才說到有兩個範疇 一個是家居 一個是工商 會不會將來都真的可以 考慮這個做法 先由工商業界開始 其實幾位同學說了 第一 其實幾位同學 可能是政府的大事 幫他們推銷 因為比我說得更好 因為比我說得更好 剛剛卡爾提出一個實際問題 其實委員會在討論當中 也拿出來給大家討論 究竟這次收費的模式 應該是一次過做 還是分階段 當然這個問題我是在討論大家 不過我可以跟你說 基本上我已經猜到 最終的答案 就是應該一次過做 為什麼呢 其實你一拿出來說 分階段 究竟誰先 誰先行後 這個本身又可以押很久 因為你記得 現在我們的計劃 因為現在基本時間不多 但我們再押下去就不行了 今次我答應 局長在今年的第三季 一定要交出一個可行方案給政府 如果有一個可行方案給政府 政府希望在2015年 去立法會立法 最快是2016年正式推出 但如果你說我還要押 究竟誰先行 我跟可行定律說 你說我們工商業界先行 工商業界就說 為什麼其他市民香港不用做 大家就會不斷在互相 繼續找藉口 所以我們最後的建議 其實雖然未完 我們的諮詢期 我猜九成九都說一次過做 不過一次過做當之前 可能會有些試點 試一下 反而不是試什麼 是試什麼 究竟有什麼地方的落差 譬如說那個配套還沒得 實有配套還沒得 因為現在配套還沒得 所以可能有些屋苑來試一下 試一下究竟實際行行的時候 出現什麼問題 我們怎樣去 因為2016的時候是全港性造 你到時才一開 第一天才知道有什麼問題 就太遲了 所以可能之前要先試一下 工商業其實跟家居的分別是 家居整個配套很大問題 工商業是沒有的 因為它本身現在的人在收緊 唯一分別是將來 它收的時候 就要磅多重 所以工商業最大的機會 我們建議就是用實際的重量 這樣就有阻嚇了 實際的重量 家居的問題 如果用重量 想不到700萬人 難道是磅一磅垃圾才扔嗎 所以基本上可能性是微的 最大機會就要用容量 即是賣膠袋 但賣膠袋出現了很多 怎樣收拾哪個收拾 我待會再說 所以工商業有它自己的問題 家居有問題 但我覺得一次過 最公平就是少爭吵 不要再爭吵 那邊先走 是 如果不是一次過的話 應該只是在立法會裡面 兩邊這樣 他們的舖子拿到多長 才可以定案出來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情況 還有另一個實際的情況 就是講回香港的社會結構 因為香港和其他城市 有些很不同的地方 譬如我們見到很多的大廈 可能它最底的幾層 是商業零售的 然後無端端又會有幾層辦公室 然後上面有些又會住人的 究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這個獨特的情況 我們要怎樣去處理呢 所以現在文件裡面 其實有幾個方向 剛才都有提到 一個就是買垃圾袋 買垃圾袋給錢 計算容量或重量 我想問各位同學 你們自己有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我們濃縮一些 去回家居廢物的範疇 你們覺得誰會更可行 如果家居廢物 我會比較偏向用 住戶自己買一個專用垃圾袋 因為我覺得公平性會比較好 因為你每個住戶可能住的人數 本身已經不同了 如果你用成動去計算的話 可能有些人真的用得少 如果用得少 那些他們又收多了錢 對他們來說 相對上真的不公平 所以你自己用了多少 就給多少是最公平最實際 但如果單位是用到一個 個人家庭的單位的話 會不會在整件事的行政成本上 其實會增加很多 其實呢 那麼多位同學都看了一份文件 我們有幾個方向可以選擇 這些方向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準備一份文件的時候 我們有150個人參與了 包括物館、清潔公司、業主立案法團 很多人經過 最公平就是每個人買膠袋 用多少物料給多少錢 但是呢 物館是很大的 其實香港大部分九成的人 都住在一些大廈有物館 而香港是不可以跟台北市的做法 台北市就叫人拿垃圾去街道 指定時間 拿垃圾車來丟下去 香港做不到 因為 台北市的人住得很矮 香港住得很高 如果你說 像太古城那樣 一晚指定時間 幾千人一起下升 就是 下不了 而且浪費到電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叫大家市民自己去丟 其實最有成效 就叫物館 其實都在做的 他們都找清潔公司來執 但是他們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擔心到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丟 例如一般大部分 我猜 四個同學可以跟他們說 一般都可以拿去下樓梯 有垃圾桶 大家丟下去 清潔公司就來拿 但問題出現就是 好了 每個人都買這個膠袋 但是如果清潔公司來執行 發覺有兩個 不跟政府的 那你執行不執行呢 你執行的 問題出現了就是 沒有人理你就可以了 但你不執行的 會變臭 發臭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很擔心 就是以逐層逐互收的時候 出現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建議就是 整個成棟大廈 但成棟大廈就 SAMMY說了 就不公平了 出現了一個問題 明白 其實每個方案 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可否收垃圾的時候 有個綁在那裡 放一袋垃圾上去 見到是多少 就馬上去掃錢 然後那袋垃圾 就會自動反轉 掉進去 可能這個是一個做法 跟兒子預備了很多其他的想法 想一起談一下 究竟香港這麼多垃圾 怎樣處理呢 一會兒回來繼續有話說的